孝顺的七岁男孩每天在太爷爷坟头撒尿 77岁的爷爷看到后过来制止 询问孙子为什么要尿太爷爷头上 年纪尚小的男孩并不理解死亡的真正含义 晚上洗澡的时候 男孩和爷爷聊起很多同学在暑假 都和父母一起出去旅游了 再不记得也去了游乐场玩 要不是妈妈现在要生小弟弟 自己连家门都出不了 更别说出去旅游了 爷爷听完答应男孩 表示等过两天卖完地里的瓜 就带他去旅游 第二天爷爷带着男孩来瓜饭这里卖瓜 没想到通过瓜饭的口音 打听到了一个三十多年未见的老友 他从对方口中得知 老友现在病重 正在三门峡市的医院住院 夜里爷爷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 片刻后 他来到墙边看着和好友们的合影照片 然后用笔在其中两个人的头上画了个圈 因为圈住的两人都已经去世 如今只剩下这个病重的老友和自己了 他们在那动荡的年代 都曾救过自己的命 如今很想去看看这位老友 趁自己还能走动 于是第二天 爷爷告诉男孩带他去三门峡旅游 但孙子说自己晕车 不喜欢坐长途汽车 于是爷孙俩决定不坐车去旅行 晚上睡觉的时候 男孩都上门崖掉了 爷爷看后便在嘴里念叨着 上门崖掉了要埋在屋顶的瓦底 这样新长出来的牙齿会更整齐 第二天一早 爷爷就上屋顶将孙子的牙齿埋在了瓦底 然后和男孩匆匆吃完早饭 骑着自己心爱的电动三轮车 前往离他们400多里远的三门峡 但两人还没出村子 爷爷为了躲避开过来的轿车 把车骑进了地里 虽然有惊无险 但三轮车却怎么也发动不起来 只好将车推到修车的地方 修车师傅得知他们要去三门峡后 告诉爷孙两人 电动车根本走不了那么远 除非骑的是加油的 师傅招待他们吃俩瓜 男孩礼貌地称呼修车师傅为叔叔 第一次听到一个大叔喊自己小叔 男孩牙都笑掉了 原来爷爷早就当了太爷爷 为了去三门峡 爷爷第二天借来了堂弟的加油三轮车 然后他们继续上路 转眼已经到了晚上 爷爷把车停在了路边 准备在此处过夜 爷爷说 他们在路过的河边休息 男孩看到有个小伙在钓鱼 他上前看了看桶里 男孩转头让爷爷给年轻小伙露一手 接着爷爷用一个瓶子和一张塑料膜 做了个捕鱼器 把面包蟹放进去充当鱼儿 一旁的年轻小伙不懈地说 这肯定钓不到鱼 爷爷却说 只要河里有鱼 多等一会儿肯定能钓到 吃饭的时候 爷爷让小伙过来一起吃 通过聊天 他们得知小伙和朋友从郑州来做生意 结果被人骗了 生意没做起来 两人还把筹借的几百万都赔完了 好友承受不住压力跳楼了 而小伙一直躲在外头没眼回去 更不敢面对朋友的家人 如今他自己也觉得活着没意思 爷爷开始开导年轻人 孩子 你可不能这样想 有些事情人是无法控制了 他还讲起家里的一件事 八几年的时候 爷爷村里却柴烧 所以人们就经常扫树叶来当柴火 他的二叔让小儿子去扫树叶 但孩子在外面玩耍忘记了 回到家后 怕父亲责备 就撒谎说弄好的树叶被哥哥抢走了 父亲一听顿时火冒三丈 冲到大儿子家劈头盖脸一顿骂 还当着孙子们的面打了大儿子一巴掌 大儿子性格也很烈 觉得父亲的行为让他很没面子 找来一瓶农药就喝了下去 结果在送医院的路上就隔屁了 一个月后 爷爷的二叔也上吊了 大儿子的媳妇健壮 扔下两个孩子跑了 撒谎的小儿子也想一死了之 但老大的两个孩子没人管 心存愧疚的他选择活了下来 但再也没有开口说过话 一开始是不想说 到后来却真的说不出话来了 一辈子都没有成家 将两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长大 这个人就是借给自己三轮车的堂弟 爷爷说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命运 没必要强求 有些事情我们无法左右 年轻小伙豁然开朗 爷爷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困难 但从未被这些事情消磨掉意志 经历的越多反而越慷慨 离开时 捕鱼器里真的钓到了一条鱼 作为酬屑 年轻小伙送给男孩几块泡泡糖 走到下午时 看到一辆发生故障的货车 爷爷主动停下车 询问司机需要什么帮助 因为是发动机上的皮带端 司机想让人烧他到前面的镇上买皮带 但爷爷的三轮车太慢了 于是司机提出想借爷爷的三轮车自己去买 没想到爷爷很爽快的同意了 这时男孩想进驾驶室完 却被司机呵斥下来 连还把车门都被锁上了 男孩生气的说 为了哄男孩开心 爷爷给男孩坐了一个小风车 而司机这一去 直到太阳快下山才回来 他掏出五十块钱作为酬屑 但爷爷怎么也不肯要 男孩见状接过钱说 司机听说他们要去三门侠 便说他也要去那个方向 可以烧他们一段路 随后让路过的村民们 将爷爷的三轮车抬上了车 在路上司机说如今这个世道 像爷爷这样的人太少了 他之前给人拉了一车机 不幸在半路翻车了 他找来附近的村民帮忙推车 虽然成功将车推上来 但村民们趁乱抢走了一车的机 害得他一年都白干 还赔了别人好几万 所以说这个世道真没有好人 还换个酒都要考虑 那你也不是把车给你推上来了 要不你连车都摸了吗 这路上就没有好人 都他妈坏了 很快天黑了 他们被一伙人拦住了去路 路边还放着一口棺材 司机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了 不情愿地递给对方十块钱 想尽快完事 但是爷爷却坚持要下去看看 原来是发生了车祸 有个男人被撞死了 司机逃逸了 留下一对孤儿寡母 他们只能在这里向过路的司机 乞讨一点丧葬费 爷爷了解情况后 让男孩把司机给的五十块钱给了他们 刚要离开 男孩又转身送了小朋友一块泡泡糖 上车后 司机说没必要给他们那么多钱 因为有很多人是专门的骗子 到了半夜 三人就在司机的驾驶室凑合睡了一晚 第二天分别时 司机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爷爷 说如果有需要他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 即使他不能及时赶过来 也会让经过这条线路的朋友过来帮忙 不知何时 司机内心的善良也被爷爷激发了出来 男孩和爷爷继续向三门峡前进 走了半天 爷爷找路边的养风人问母 爷爷也没有拒绝 到了晚上 一瓶白酒 两个凉菜 谈话间 两人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亲切 老人问爷爷为什么不让儿女帮忙送到三门峡 爷爷说自己还能走还能动 不想给他们添麻烦 老人也表示自己有同样的想法 村子里的人都搬到城里 孩子们想让他也搬去 但他觉得自己年纪这么大 去了城里反而会给孩子们添麻烦 他担心自己在城里万一去世怎么办 所以宁愿在村里过得舒坦 他还提到自己的父母在五八年的大饥荒中 为了他能有口饭吃 把自己活活饿死了 现在他年纪这么大了 哪里都不想去 只想守着他们的坟墓 我老父亲也是那个年纪十两 爷爷告诉他自己的家庭条件已经算不错了 没有饿死在灾荒中 却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 也经历了那个年代的动荡 自己像五子续过招官一样 在几位好友的帮助下才得以活下来 这次去三门峡 他只是想见见最后一位病重的老友 这最后一关两人都不言而喻 第二天分别时 养蜂人送给爷爷一罐蜂蜜 虽然他们才刚刚见面 但分别却像是多年未见的告别 但这一别 也许就是他们这一生的最后一别 经过四天三夜的旅程 爷孙俩终于到达了三门峡 但刚进入市区 他们就被警察拦下 三轮车被扣押 爷孙俩被警车带到派出所 一到派出所 男孩的爸爸就走了出来 原来在他们离开的几天里 爷爷的哑巴堂弟去世了 男孩的爸爸接到电话后回去参加丧礼 但回到家后却发现男孩和父亲不见了 打听之后才知道 他们竟然骑着三轮车去了三门峡 担心爷孙两人在路上遇到危险 爸爸就报了警 爷爷趁着儿子去处理三轮车违章的事情 独自去医院看望老友 虽然老友已经起不了床 但能见到爷爷让他激动不已 三十多年没见面 原以为会有许多想说的话 但两人聊得却是吃饭了没 吃得好吗 仿佛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话题了 但也没有聊很久 爷爷就说怕孩子等得着急 要赶紧回去 临走时 他把养蜂人送的蜂蜜给了老友 并说等他病好了再来看他 说完这些 他准备起身离开 但老友的手却迟迟不愿松开 因为他知道 这可能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爷爷刚下楼 楼上就有人叫住了他 一句简单的嘱咐 成了两人一生的诀别 当爷爷回到村里的时候 他的哑巴堂弟正在下葬 爷爷感慨道 临行前还教他骑三轮车 并写纸条嘱咐他 你已77岁不比年轻时 这一路将近千里 山高路远 切记注意安全 没想到回来时却再也见不上了 哑巴堂弟这一辈子过得太辛苦了 一直无法从愧疚中解脱出来 一旁的侄子说 二叔这么多年 一直把自己和姐姐养大成人 帮助他们结婚成家不容易 实际上 他们早就把他当成自己的父亲了 事后 男孩问爷爷 回到家后 爷爷一边不舍得给男孩收拾东西 不停地嘱咐喊 现在就如秋天了 天气亮了 最是整天一屋 这咋了 现在你去山后 一开车都得消瘦了 到学校以后 好好听老实的话 不要给那小朋友课 爷 我也想在老崖里边 别人去这个 给家谁关你 爷关着我 那爷子多大了你看 那爷十五岁吧 说了啥吧 啥吗 此刻的男孩或许 已经懂得了死亡的含义 死亡注定带来分别 那种永远无法再见的分别 爷爷送他们到门外 男孩不情愿递上了爸爸的车 他不停地和爷爷道别 但爷爷却连一句再见也没回 爹 再见 一句特别满意 给两人这一生的友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他随手扔掉 孙子的牙还会再长 所以埋在哪里会有讲究 而他已经是无所谓的年纪了 转眼间 第一场冬雪降临 却传来了老友离世的消息 一句特别满意 给两人这一生的友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爷爷挂掉电话后看着墙上的照片 慢慢地在老友的头上画了个圈 生者为过客 死者为归人 我们都只是这人世间的过客 终将归于尘土 爷爷坐在门前 点了一支烟 看着飘落的雪花 唱起了他唱了一辈子的郭昭冠 他唱起了他 拜拜